相信各位朋友 如無意外都應該在放暑假 回到家 是不是覺得睡眠質量好了呢? 是不是覺得更加容易入睡呢? 是不是因為家床舒服一點? 不! 是因為在家 沒有你那個在拍拖的室友煩著 就好睡很多了 雖然室友有拖拍 我們都開心 但是室友拍拖 不是很靈慌 你最簡單 宿舍集體活動 叫不叫他? 不叫 喂 你昨天吃飯為什麼不叫我? 叫 不好意思 我今晚要陪女朋友吃飯 那什麼? 嗯 以前沒有拍拖的時候 天天在宿舍聊我們開客 現在拍拖了 經常早出晚歸 甚至不歸 早出是為了跟女朋友吃早餐 晚歸是為了跟女朋友看電影 或者陪女朋友走操場 不歸很明顯就是為了 總而言之 有異性 沒有人性 見一網 打一網 但間中 他們都會良心發現 主動提出 想參加宿舍的集體活動 不例那個例 我們打算吃飯 我可不可以帶我女朋友一起吃飯 吃屎 我們打算開客 捉路一波 喂? 寶貝? 怎麼了? 喂 撐你嗎? 怎麼搞的? 蛇手掛機是誰的推特? 輸了 去死吧 我在這裡嚴重強烈建議 希望官方可以推出一個新的排位模式 將那些有對象的玩家排在一起 等到他們自己女朋友打電話過來的時候 就算掛機也沒有人怪他們 說不定有十個人更齊齊 整整地站在泉水中集體掛機 多壯觀 可能有朋友會說 也不是很煩的 不跟他開客就可以了 傻了 我們已經不跟他開客了 但問題是 他不在這裡 我們也不可以開客 因為你是永遠都不知道 他女朋友什麼時候會打電話過來問你他在哪裡 還拿球 是誰打電話來 又來?幹什麼? 喂? 喂?肥龍? 芳芳是不是在宿舍? 他在睡覺 那你可以叫醒他嗎? 我有急事找他 郭芳芳起來啊 當初住在一起的時候 說好只是做室友 為什麼我們現在好像要做他的監護人一樣 他出什麼事要找我們聊 雖然我們經常要他叫我們爸爸 但也不用真的當我們是他爸爸 但如果他們女朋友不打電話給我們 就是要打給他 那更慘 因為他們很喜歡深夜聊電話 為什麼? 因為天天他們見面不用聊 晚上見不到面 那就要聊 那大學宿舍的隔音是很差的 無論他去陽台還是去走廊 我們都聽得一聲二楚 大聲說大聲笑 還以為其他人聽不到 吵著我們睡覺也算了 拜託一下你不要那麼噁心 我們整晚不睡 就在這裡聽你說 寶寶我真的很喜歡你 由我第一次見你 我就很喜歡 很喜歡 很喜歡你 做夢都要掛念我 不行啊一定要夢見我 如果我不會生氣的 我定 其實作為室友有人脫單 我們肯定開心 不過拍拖 畢竟是兩個人的事 牽涉我們進來就不太好 再加上我們都更單身 看完他們拍拖都已經夠心酸了 還要忍受這些折磨 好心你介紹幾個女生給我們 讓大家都拍拖了 那就是集體早出晚歸 集體不歸 集體不開客 集體聊天 那就很和諧了 最近都少了見面 有什麼辦法可以陪你多一點呢 啊 我想到了 以後我們每晚一起看月之一二 然後同時點再看 再轉發出去打卡 每晚都有我陪著你 你又陪著我 你說好不好啊 我們已經稍微輕鬆了 按照 按照